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临近比赛还认生 为保持距离变高低间 偷偷捏一脚表情委屈 王一博作为演员的身份相信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大家也在一路见证着他的演技成长 从配角到主角 王一博的演技也成长了很多 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灵气的人 很聪明,学什么会什么 即使之前在演技上会有人质疑 但是他一直处于不断进步的状态 现在的王一博也成为了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演什么像什么 之前在《陪你到世界之巅》这部剧当中 王一博饰演的是游戏竞技选手迹象空 从这部戏开始 王一博的演技就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 对于《际象空》这个角色表演的 也是毕竟符合王一博的气质的 不过虽然说戏里面是酷酷的队长 但是戏外的王一博还是很青涩的 在花絮当中 王一博和戏里面自己的队友站在一起 周围还有工作人员们 大家一起拍照 那个时候 略微有些青涩的王一博还是挺可爱的 也应该是很认生的 大概和旁边站的周围演员不是很熟悉 但是又不好意思保持很明显的距离 所以为了能够让自己稍微自在舒服一点 王一博都成了高低尖 大家都知道王一博很慢热 其实这种性格的人对待自己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感觉很明显 也并不是不好相处 只是适应的时间有点慢 不过看到王一博扭捏的小动作 怎么这么可爱啊 身体上有略微的疏远表现 手上还有其他的小动作 王一博偷偷捏搓着自己的衣角 脸上的表情好像也满是委屈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的王一博实在是可爱到爆炸 虽然现在在大家的眼里他是酷感 可是相信有很多面低 王一博还没有被大家发觉出来 看着他揉捏衣角的小动作 好像一个很任生的小孩一样 这种状态和戏里面完全是两种反差 不得不说王一博作为演员的专业性是很高的 在戏里可完全看不出来有些生疏的感觉哦 陪你到世界之巅 这部剧的角色相信王一博也是很喜欢的 现实当中的王一博很喜欢打游戏 而戏中的角色又是一个游戏大神 在拍了戏的同时还有过足了游戏影 实在是很爽快 王一博在各个场合时不时地流露出自己隐藏的属性 还是被眼尖的粉丝们发现了 不过倒是很少见王一博有这种很可爱的小动作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